在中国西南边陲 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接壤的一个地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就流淌着一条清澈的河 无论四季寒暑 它始终碧绿清零 淳朴的像大山里的女孩 人们给她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龟春河 龟春河静静地流向越南 又绕回广西 在寂静了许久后瞬间爆发 一泄千里 不经意间就形成了又一个迷人的奇观 世界第四 亚洲第一跨国瀑布 它就是德天瀑布 大家好 我是木兰 我现在在德天瀑布这个售票大厅里边 刚刚买完票 一张门票是外省的 用身份票是40块钱 坐车是35块钱 总共是75块钱 给大家看看两张票 好 现在就进去了 我现在已经坐在警官车上了 说起来 它这个警官车还不算贵 35块钱 门票呢 是40块钱也不贵 比起那些 就之前走的鹅泉呀 什么旧州古镇啦 这些地方 同龄大峡谷的门票啊 相对来说 它这个还便宜一些 那边的地方 真是没有什么 太值得玩的地方 登京一般了 给大家看一下德天跨国瀑布的导览图 越南中国 它简介是 德天跨国瀑布 因位于广西崇佐市大新县 硕隆镇中越边境的德天屯 横跨中国越南 两个国家而得名 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 瀑布为三级跌落 最大宽度为200多米 重深60余米 落差70余米 年均流量每秒50立方米 四季官扑 景色各异 春季柔美 夏季壮美 秋季纯美 冬季静美 大家现在看到的对面的竹牌 还有那些人都是越南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国家的瀑布 这边左边的这个小一点的瀑布是越南的 哇 走到哪里都少不了爬山嘛 只要风吼起了歌 有谁别为它轻护 千万年流过 千万都换脱色 歌还唱呢 那些最早的歌诈 歌曲由老Sk 好喝 都出去了